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才不稀罕 不过雨起烟 幸福也就不再遥远 举头望明月 对应成双对 想要飞到天上的宫阙 两情相约沉沉绵绵 满满漫长夜 你在身边 想想想以为 就是永远 天你在泛黄中盘旋 坠落在你和我之间 你终于笑了 祝寒烧尽生日快乐 祝寒烧尽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尽快的我的生辰 你如何得知今天是我生辰 我不仅知道今天是你的生辰 我还知道你身高一八六 七十五公斤 欧行雪 喜欢黑色 不喜欢下雨天 最喜欢吃你母亲煮的清汤挂面 不喜欢吃姜 你还知道什么呀 我还知道 自你出生以来 玄武尘上上下下 都说你是百年难遇的奇才 可就偏偏在十六岁 被诊出患有心急 大夫们都说你活不过二十岁生辰 自那个时候开始 你就性情大变 一个知道自己死期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每天都像是在倒数 你愿上天不公 你恨无力改变 你想活着 所以只要能够治愈心急 什么事也都肯做 还说 你要相信 有一个人能够治愈你的 他会是最爱你的人 所以不要起来 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所有人在得知 我活不过二十岁的时候 都劝我想开心 仿佛我已经是个死人 你居然相信我还有救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遇见我 怎么又是这个表情了 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 像刚刚那样笑起来多好看啊 我笑后不笑 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月下美人若是不笑 岂不辜负 美景良相 这么说来 三公主想与韩梦共赌良相 好 这不正在共赌吗 火锅 来 少金 请 不管你是因为什么事情 也感到难过 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 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的话 那就两顿 这是什么外力 这是火锅法则 这法则的第二句就是 解决一个人是不是对另外一个人真心 就看他烫的东西第一口 要不要让给他 第一个 让给你 我会有心急 吃不了辣 没事 我爱吃辣 我能吃辣 还好我准备了鸳鸯锅 你看这红汤和白汤 明明不能相融 不掉不一 却非要放在一个锅里 你喜欢吃辣 整锅都是红汤 岂不更好啊 整锅都是红汤 你不就不能吃了 再说了 火锅就是要大家一起吃 才有意思啊 所谓求同存异 谁说立场不同 就不能融洽了 鸳鸯锅就是要红汤 跟白汤在一起 少了哪一个都不行 少了哪一个都不行 你快点吃吧 你要是再不吃 可就没有了 我知道了 你想喝酒对不对 我准备好了 果子露 我知道有心机不能喝酒 所以这种果子露 酒精度低 我会最大 今天日子特殊 我也就略饮薄酒 敬少君 好 韩某敬三公主 这真实没想到 还能坐下来 跟你好好喝一杯酒 来 好 我 我 我 你 感谢你饶了陈铃 赶 来 你放心 有我在 觉得不会看人去死的 一定会出现奇迹的 没有奇迹我也会创造奇迹 其实我已经找到了治病的方法了 可我不想那么做 三公主对韩某 当真没有半点王辈 别 这位 你 你 还